Hello,各位同学们大家好,我是陈兆的陈老师 在接下来的课程影片当中,我将带着大家讨论一下 AP为积分,2021年Section 2,AB以及BC卷都有出现的第四个题目 好,问题是这样子的 假设函数F是一个区间-4到6之间的一个连续函数 而函数F的图形呢,它是由数个线段所构成的 如图所示 这时啊,我们考虑一个函数G G的定义是这样子的 我们把FT从0到X做积分 这时,它问以下的几个小题 首先,A小题,它问说 请问在哪一个开区间上面 函数G它会是concave up 除了之外,并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个结果 好,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回顾一下 你在数学当中,你要如何去判断concave up呢? 我们有如下的结论 函数G,它是concave up 这件事情保证了G的两次微分大于0 这里就是说,等一下我们可以考虑如何去计算G的两次微分 那你要算G的两次微分之前 你可以先算一次微分 好,所以我们先把G的一次微分给算一下 所以也就是把这个积分呢 做一次微分 这个积分是,你把它做微分 就好像是一个函数 先做积分再做微分 那相信有上过我的课的同学们都知道 这个结果呢,其实就是第一个微积分基本定理的结果 所以答案呢,叫做fx 所以你现在把函数G做第二次微分的话 你可以得到,G的两次微分应该叫做小f 所以现在你要为了让G的两次微分大于0 那么你就是希望F的一次微分要大于0 而F的一次微分大于0 有没有什么判断的方式呢? 有,我们知道F的一次微分大于0 充分必要条件是,F是递真的 所以我们就只要看在这张图里面 函数F在哪个区间上面递增 显然从图中我们可以知道 当你的x从-4到-2 以及2到6之间的时候 函数F递增嘛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原本的函数G 它会在这个区间上面是concave up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小题 接下来看一下B小题 因为可能会用到原本题目中的图形 所以我在这个页面上面画了一下 函数图形的一些轮廓 那如果说需要一些更细部的一个观察 我们等一下再把一些点给标上去 好,题目是这样说的 假设P是个函数 它的定义是Px等于G乘上F 现在他想要问你 P在3这个点的微分是多少 好,那这个问题要怎么做处理呢 首先你可以看到 你的目的是要做微分嘛 而你的P函数又是两个函数相乘 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使用到乘法的微分公式 也就是前为后不为加上前不为后为 所以你可以得到G'xfx加上Gxf'x 那等一下你要算的是P'3嘛 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当然把X带入3 所以你就会有P'3等于G'3f3加上G3f'3 那你为了得到P'3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花一些工作 来把G'3f3g3f'3个别求出 而这些值求出来的时候 P'3也就可以得到了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F3是多少 首先因为你这个函数图形 就是给了函数F的图形嘛 所以G3的话你可以去看原本的图 那原本的图的话它会有一个表格有一些虚线 那你可以看出来在X等于3这点的时候 它的这个函数值应该为-3 所以F带入3的话它的函数值是-3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F'3是多少 为了得到F'3的值 我们先回顾微分的几何意义就是指斜率嘛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点的斜率是多少 因为这个点它是落在一个直线上 所以你要算这个点的切斜率 就等同于这个直线本身的斜率 这个直线是哪条直线呢 如这张图所示 就是这个粗的蓝色这条直线 而这个蓝色时间段呢 它的斜率是怎么看 因为它有通过60还有2-4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斜率的计算呢 当然就是X的变化量 分之Y的变化量 所以算式上你就可以写下来 就是6-2分之0-4 算出来结果呢答案是1 剩下我们要来算G3以及G'3 首先G3的值呢 因为你在A小T当中 或者说整个题杆里面 它要给我们G的定义嘛 所以你就把G的定义给带进去 你就可以得到G3的值应该为0-3FTDT 而0-3FTDT在这个图像上 你要怎么求得这个结果呢 基本上你可以利用定基分的定义 知道这个结果本身就是求函数 在0-3之间的面积 好 那这个0-3之间的面积呢 是指有号面积哦 也就是说X轴上方的面积是正的 X轴下方的面积是负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0-3之间的区域 首先这个0-3之间的区域 我们特别标注的0-2之间 用橘色的比来画 2-3之间用绿色的比来画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显然在0-2这段区间里面 正负刚刚抵消了嘛 所以你为了求出这个结分值 你就只要求2-3之间 曲线的这个T型面积 当然因为它整个函数图形 是在X轴下方 所以等一下这个T型面积 你必须加上一个负号 而T型面积的公式呢 是上底加下底乘以高除以2 所以你就可以得到 这个T型的面积值应该就是为 上底加下底乘以高除以2 再加一个负号 也就是说4加3乘上1 乘上1分之1之后 再加上个负号 这个东西的计算结果 整理一下 答案是负的3.5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G'3的值 G'3我们知道 根据维基分第一基本定理 又或者说从A小T的经验当中 可以知道G'3就是求F3嘛 而F3的值当然就是负3啦 所以我们要求的四个数值 都已经可以得到了 也就是说 P'3的值 显然你就把这些结果带进去 答案会是5.5 接下来的C小题 考虑的是一个极限问题 这里的极限问题 考虑X去进行2的时候 G'X除以X平方 减2X的极限是多少 当然你在算极限的时候 最简单且最容易想到的办法 就是把X等于2给带进去 所以我们按照这个思路来看 首先分母的地方 X平方减2X 当你把X等于2带进去的时候 首先你看到的是它的极限为0 所以这个极限你可以知道 当你的分子的极限 等于0的时候 它就变成0分之0 可以使用罗币打法则 而当你分子的极限不为0的时候 那么这个极限就不存在 所以我们接下来当然就是要求G'X当X除以2的极限 这个极限的计算 首先它只涉及到函数G 所以当然你可以使用到函数G的定义 把它带进去 这时候因为你的X缺近于2嘛 那你的积分式里面又有一个X在积分的上限 所以很自然的呢 我们想要把2给带进去 那当然2带进去是有条件的 为什么可以带进去呢 原因是积分的这个函数值的结果 它是一个连续函数 正因为它是连续函数 所以极限值等于函数值 好 所以我们就把G是连续这个条件带进去 你就可以把X直接替换成2 这个积分的值等于多少呢 首先还记得我们刚刚在B小题的时候 有看到一个橘色部分的上面的面积 与下面的面积完整抵消的部分吗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积分的结果应该就是0 这时很完美 为什么 因为分子的极限是0 分母的极限是0 所以你可以使用罗比达法则了 那这时候使用罗比达法则的时候呢 你可以考虑让分子去做微分 分母去做微分 那么他们微分的结果呢 分别为 分母的地方叫做2x-2 分子的地方叫做g'x g'x的结果就是f of x 所以你这时候把x等于2带进去 首先分母的地方就是2 分子的地方就是f2 而f2的值你可以从图里面的结果可以知道 那当然你可以带进去的理由 是函数f本身是一个连续函数 所以答案呢 就是负2 最后的第一小题 它分成两个部分来问你 第一个部分 它想要求函数g在-4到2 这个区间上面的平均变化率 注意 平均变化率跟平均值是不同的概念 请同学们不要误会 除此之外 它还想要问你 请问这个函数g在这个-4到2这个区间上面 是否满足均值定理 也就是说 是不是会存在一个点c c大于-4且小于2 满足g'x的值 会等于你刚刚所算出来的平均变化率呢 好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 当然要先算平均变化率 注意 你这里的区间是从-4到2嘛 所以-4到2的平均变化率 公式应该为 g2减掉g-4 除以2减-4 所以你要先算出 g2以及g-4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 g-4的值 它的定义带进去 你可以得到 就是0到-4 ftdt 而-4在上线 0在下线 所以当我们要考虑这个机缘的时候 我们更习惯 把它取负号 相对而言 只要去求-4到0的积分 所以我们先把负号给提出来 那这个括号里面的内容呢 应该是-4到0的积分 而-4到0的积分怎么看 首先 它代表的是面积 再来 这个面积如果你觉得 很难计算的话 不妨我们从 x等于2这点 做切割 你会发现到 -4到0这块的面积 可以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就是-4到-2 它会是一个三角形 而第二个部分 -2到0 它是个梯形 这两个部分的面积 都是很好做计算的 所以来看一下第一块 首先 -4到-2 因为它的底 是2 高是6 所以面积为 2分之1 乘2 乘6 而另外一块的 梯形面积呢 因为上底下底 分别为6 以及4 所以你就写下来 就是6加4 乘上高 也就是-2到0的距离 也就是2 再除以2 好 所以你就把这个值的 计算结果 算一下 答案就是-16 那这个-16 就是G负色的值 接下来 要来看G2的值 等于多少 同样的带入定义 你可以发现到 就是要算 FT从0到2的积分 而这个0到2的积分呢 它因为上下底下的关系 答案会是0 所以从中 你就可以得到 G这个函数 从-4到2之间的平均值 它的结果 就应该为 G2 减掉G-4 除以2 减掉-4 答案 整理一下 就是8 就是8 接下来 他想要问你 G这个函数 是否在区间 -4到2上面 满足均值定理 那在这边提醒同学们 务必要记清楚 均值定理的条件 首先 均值定理 要能够使用在 -4到2这个区间上面 你必须要保证 G在-4到2 这个B区间上面是连续 而且在-4到2 这个开区间上面 可为 当你有这两个条件的时候 你才可以得到 我们现在所得到的结果 好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两个条件 是否满足呢 首先 因为 函数G 它作为分 就是小F 所以你至少可以知道 函数G 它是可为分的 而且我们又知道 一个函数 如果它可以为分 代表它一定连续 所以 当然 我们刚刚所想的 这两个条件 自然的就会满足 也就是G在-4到2 这个开区间上面 可为 而且 G在-4到2 这个B区间上面 是连续的 最终 我们可以根据 min value theorem 我们就可以发现到 这个定理呢 能够保证 存在一个C 这个C 在-4到2 这个开区间里面 满足 G'C的值 会等于 刚刚的平均变化率 所以当然 答案是yes 当然 你的min value theorem 是可以被应用在 这个问题上面的 这是我们 整个第四题的解答